做好了最后起飞的准备 总统也站到了管理台的正前方 要迎接最后四架军机的起飞滴时间 来捕捉现场 现在可以看到F-16战机是已经滑到了跑道上 是不是真的很震撼 这个声音真的非常吓人 因为他们要用最短的航线起飞 所以三型的主力战机都会点起后燃器 这个后燃器一点起 它会缩短他们的起飞距离 所以它会引起非常巨大的声响 这个声音的震撼度真的还蛮惊人的 不过你可以看到F-16是已经顺利的升空 蔡英文总统刚刚也是拍手向他来表达致意 而现在你也可以看到金国号战机 已经是慢慢地滑向了起飞点了 对的确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震耳欲龙F-16起飞的同时 我们听到现场的声音 大到几乎很难听得到自己讲话的声音 而现在IDF金国号起飞之后呢 同样也是震耳欲龙可以形容 而且其实刚刚我们在这边 都可以感觉到地面有轻微的震动 因为这个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厚燃气点燃热熊熊的火光 它其实真的是会让这个推力更大 用最短的速度 最短的距离最快的速度离开跑道 要去升空来执行任务 现在也可以看到换向两天战机 也已经是缓缓地滑上了跑道的起飞点 每一架次相隔一分钟 他们都要来顺利地来执行今天的这个起飞任务 而今天执行这四架次任务的这八位飞行员 可以说是经验都非常的丰富 好的 跟降落的时候不同 这一次起飞呢 每一个起飞架次的中间间隔距离 只差一分钟 而且根据我们稍微向军方的了解 军方特别强调 因应现在台海局势越来越紧张 因此目前呢 所有军机的准备 所有的时间都缩达到 只要六分钟就可以整装起飞 来进行接下来的战备后续动作 他们所谓的执行六分钟的这个空中待命 它并不是说六分钟登机开车 而是说当接到任务之后 六分钟你要能够飞到所谓的这个任务点 也就是说 如果六分钟没有办法飞到的话 他们是要判军阀的 所以对这些飞行员来讲 他们在待命的过程当中压力是非常的大 尤其这一段时间下来 中国的战机是不断的绕台 对台湾的空防来讲是压力非常的巨大 现在您可以看到 最后一架E2K的预警机已经要起飞了 好的 E2K空中预警机由于重量比较重 而且担负的责任不同 因此您看到它需要的起飞距离呢 相对也比较长 但是跟前面山下的军机比起来 听起来呢 它起飞造成的声音呢 分贝数似乎没有这么的巨大 没错 当然E2K的这个 它的作用不是在作战 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在预警 还有就是战场的这个资讯收集 而现在呢 四行机全部飞离了这个跑道之后 也等于今天彰化战备道的这个整个演习 也算是非常圆满的落幕了 刚才英文总统也是很开心的拍拍手 来向所有的飞行员致意 好 接下来来蔡总统即将在现场发表谈话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总统说了什么 国军官兵弟兄姐妹 我们的贵宾朋友大家好 好 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 是国军训练成效的总验收 我们刚才所看见的战备跑道起降演练 就是要验证 在基地跑华道受损的时候 我们仍然能够运用民物力动员机制 立即将高速公路转换为战备跑道 来执行空军战机起降的任务 确保滞空的战力 这就是全民国防真正的意义 国军肩负保卫人民的任务 而人民和其他的部会 则会全力支援国军执行任务 不仅如此 这次演训也是一次联合作战演训 陆军出动直升机来确保战备跑道的安全 而当战机完成整备再度起飞后 就能够充分地用火力支援陆海军的反击 达到滨海决胜探案迁敌的目的 另外空军战机落地后的紧急准备油料弹药的运补跟装填 也需要非常专业的地勤人员 好的观众朋友 您刚听到蔡总统发表了最新的谈话 他说这一次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 可以说是国军这一年训练的最好总体检 而这一次包括了国道一号变成了战备跑道 也是全民国防真正意义的体现 而现在在战备道 在四架军机已经陆续起飞之后 也象征了这一次彰化战备道的演习正式顺利完成 接下把时间交换给棚内的主播